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C基金的中午直播 我是浩德 今天市場開始悶了 馬上去看看 不好意思 第一件事當然要報告一下C基金最新的表演 去到10月7日即是前日 幸好C基金的表演去回3至頭 年初至今最新是30.7% 多謝大家支持一下 另外也要講一講 今天我們同時已經把我們第四季投資講座的 webinar 放到C基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之前錯過的朋友都可以看看 裡面的資料其實都適用的 希望大家喜歡 亦都給予多些feedback 令到我們做的節目更適合大家的口味 以及最重要是令大家有些得著 說回市場 市場也是慣例 先講美股 其實之前幾天都挺刺激的 所以昨晚相對講我覺得平靜一點 股價的波動相對之前幾天就靜一點 不過也算是升的 也不太差了 你看到去到現在 如果十月 暫時大部分市場都升得不錯 兩三個巴仙 不過你也看到 這個美股其實裡面的市場走勢 都跟我之前講 近似都是這些small mid cap 你見過表現是比較亮麗一些 你見到small mid cap 你見到昨天的大指數升得比較好些 你見到挪數2000 今個月升了8% 不知不覺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其實我們買了不少期貨 挪數2000 因為我見有些朋友都問 如果經濟好 開始好了 買什麼板塊好 有時候我覺得我就比較行動優先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單單一個財演 最緊要我基金的表演要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最直接這段時間 我已經率先買入了一堆挪數2000的Futures 托乃暫時都頗生性 值得可以講一下 這個比較短線一點 但我覺得整個局面是應該怎麼可以理解 除了你見到我之前講過 那些銅價是一個參考 反映了經濟是開始應該是需求回穩 才會令到銅價有一定的支撐 這些small mid cap的指數 就是中小型的企業 之前前幾個月還講過 Main Street Lending 美國那些都好像救不到中小企業 但你見到指數這麼厲害 你見到其實市場是真的反映了一個比較明顯 其實是一個週期性向上 甚至乎你看回這個就宏觀一點 你看回這十年期的債息 都是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你見到大家記得 如果九月份我覺得市場不應該太差 因為美國的利息走勢似乎不是很差 不過有些朋友都可能留意到近期 你見到10年債息去到0.7幾 雖然你覺得只是0.1 但這個走勢比較明顯一點 但你見到其實是不是代表流動性開始收緊 但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看到10年債息可以升 好像我們香港有些i-bond 最近好像香港有出i-bond 類似i-bond的物體 就是Inflation Adjusted Yield 其實就是沒有真正的pick up 其實是負利率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如果美國實際利率是負數了一輪 你見到這裡是沒有pick up 為什麼會出現兩者會出現差距呢 就是說那個10年期的明義債息升 但是那個實際債息也很升 中間的分別就是我們經常說通脹的情況 其實如果兩者分別就是市場對於通脹的預期 或者如果再直接一些 你可以看回美國的10年那個Inflation Swap 我之前說過美國人很厲害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可以炒一餐 那個財務工具比較方便 你可以直接見到Inflation Swap 其實都又衝回到2% 所以你見到整個格局是什麼呢 就是實用性的商品 所以由開始暢旺 一些中小型的企業的指數開始跑贏 就是Wassel 剛才說Wassel 2000 連市場也同時在Price中一個通脹 都告訴你很簡單就是一些東西可以剩下 所以這個情況可能大家的部署上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之前兩季就是靠因為疫情要放水 救經濟 那些錢全都放進去 科技股、新經濟、高增長 而那個格局又開始有些轉變 甚至乎如果從一個multi strategy的角度去看 就是某程度可能來一段時間 都可能變回股票升、債券就會跌的情況 所以這個呢 就憑之前一兩季可能有些少少不同 那當然啦 宏觀港元或者策局 那對大家實際上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 第一就是可能大家要對於經濟復甦的信心 或者假設的力量要大一點 而且始終這些長息開始升 那就會因為通脹的預期 有通脹 因為短期的一兩年的通脹當然是沒有的 你看回因為始終現在是很慘 但是中長期你見10年、30年這些inflation的預期 就會令到整個yield curve其實就會開始比較邪 如果大家不知明白 一兩年的息源是低的 但是長息呢 大家覺得應該衰也不會衰30年的嘛 所以長息始終會比較貴 那這個當經濟康復的時間 其實那些所謂的yield curve 那個利率曲線就會開始越來斜 那有什麼含意呢 就是對於銀行也很好 所以你見到呢 這個是美國的銀行ETF 那你見到都是開始pick up 那是今個月那些銀行 美國的銀行都動得好 那所以就 那剛才昨天呢 我拍股壇事件 那昨天剛剛星期四早一天拍了 那他也有朋友問我 我覺得關於銀行股 那我昨天晚上都真正思考了一次 那我決定了做一個動作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呢 很多人問我應該買每鋒的 那我一向我就不買的 甚至乎呢 在我旗下其家基金的投資上高呢 我之前是一直都是沽空的 那我就思考完我剛才說的東西之後呢 我決定在這個位置呢 都決定sut cover 就是呢 我就停了我的淡倉 那因為我覺得呢 可能接下來一段時間呢 那些這樣的銀行股 包括是每鋒也好 可能整個整件事的直播率和up side down side 真的不同了 那可能銀行 如果剛才那個大圖像一路這樣演化的話呢 其實可能一兩季的銀行都可以翻山 都不出奇 那我未開始買回來的 不過至少我呢 即是沽空了的股票賺了錢 即是有些托賴都跌得挺厲害的 那所以呢 我都見好有收 不過這個可能對香港那個指數都挺好的 因為上半年呢 其實那個恆新指數這麼差 某程度 因為每鋒拖掉了 60元跌到二十幾元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自己一個比較新少少的想法 和部署 那講一下香港 那香港呢 其實都是平靜一點 今天的恆指上半咒呢 就是都叫做慢車邊升 升了22點 24200幾點 那比較平靜一點 唯獨是那個恆新科技指數 那麼 學賴 如果大家 即是九月份 有跟我採取相同的方法 就是 當日就是買Baba 貧順 和那個 恆新科技指數 那應該呢 都捱得住 那兩天跌了之後 其實我這段時間 大家就可以想想 都捱得住 都叫做不太差 不過 另外一個可以說一下港股的走勢 那昨天呢 其實就在某程度 是那個 那個 二三線的爆發力比較強的 某程度我覺得有少少少好似 就是新美股 即是都是用小的 你看回恆子那個 small cap index 包括一些小的 昨天就挺厲害的 如果記得昨天的恆子 又不太好 但是它呢 8號 即昨天就抄得比較厲害 不過今天就好像又平淡回落 某程度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A股又開了 大家可能那個焦點 放回A股 不過 A股本身就 跟之前想像都不差太遠 都是開門紅的 因為外圍 港股都是好 那你見CSI 今天都升到一百點 去到四萬六千幾 但是呢 我覺得 當然它升 我覺得就一如預期 但是反而 我覺得 比較好 就是那個 CNT 即是那個 深圳創業板指數 因為我實在說 其實今年其實 它的指標性狀況都幾高 那你見到 其實之前 都是講過 健康牛之後 就是第二三季 都是牛牛鬥鬥 一直下來 那今天的力度 升得幾好 至少氣勢 希望可以好一點 就是以前 大家都打到 沒心機 很多資金都離開了 那今天這個 都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勢頭來的 不過 你說離回港股 其實就 那些筆水 比我想像中一般一點 如果大家有聽我說 其實我們都有部署一下 透過一些 短線小小的 衍生工具方法 去Capture一下 不過它既然不出現 那我都沒有什麼所謂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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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一看 那麼 那麼 今天都說真的 投資都不能說太短 好了 那麼 講一下幾個個股 我知道今天有一個人來問我 那麼 那麼 我都 今天開市 我沒有說錯 沒錯 我同事看著 搞到我有點尷尬 沒有說錯 對了 今天就 升到20元 去到75元 然後有 藝仔問我應該怎麼辦 那麼 我都說 所有抽新股 都是只蟬不只賺 簡單一點 對 繼續 繼續拿著 OK 另外一隻 A股 大家都知道 寧得時代 我見有些朋友 都在Youtube的Live問我 當然就升得很好 去到220多元 今天升了8% 之前兩天我都說過 最主要的新聞為何今天升呢 就是因為 寧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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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Tesla做Model 3 為何可以減到24至5萬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 用了寧得時代的 倫酸理電池 如果之前有跟得 貼少少的朋友都知道 純粹是反映回 即是在假期當中 這個比較大的新聞 OK 另外一隻 我都說過 不過是少少慘淡 即是 我剛才說 好的那些 我當然要說 差的那些 其實 中緬 中緬 其實今天就差一點 你見到差一點 差一點 就是那個 我覺得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 在11場假期當中 出來的數字 其實不太差 不過也不是超預期的太高 這個可能令到股價有些壓力 第二就是之前 早兩天有說過 就是在阿里巴巴 跟瑞士那間Duel Fire 去合作 希望在德國內開拓多一點的Duel Fire 免水點的業務 其實他們 Duel Fire 現在在香港 他都有的 大陸其實很少 好像一成人都有 其實本身 他那個 據點又不是很多 你說是否很大impact 當然要拭目以待 不過說真的說一句 現在阿里巴巴 插這麼多期 他都不是犯犯 一定可以的 正如之前 跟易哥去打一打 背防 你還是要想一下 究竟他後發 是否可以先置 尤其是免稅店的業務 又要講牌照 又要講地點 那是否真的這麼大影響 希望不要太差 不過有時候 至少要明白發生什麼事 我的判斷 不是一個很長期性的改變 不過股價差 當然要留意 OK 那最後就要講一下SOLAR 我昨天也講過 SOLAR就不要追 我也不追 結果真的 昨天就大升 昨天就很厲害 不過其實那周都不是昨天好 整個月都很厲害 你看回先易SOLAR968 一個月內 就由九元去到十幾元 如果拉長一點 更加誇張 所以昨天也去到 有些瘋狂的 瘋狂回一回就好些 說真的如果是不會 未買的又不會買 買了又不知怎麼辦 有時候這些調整都要合理 不過希望不要高價追進去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一個趨勢出現 前期要參與 不要太厚了 如果不是 你昨天入 今天就可能已經守不住 當然不容易 有什麼方法呢 當然聽多些C基金直播 先說一下我自己的C基金整體部署 其實就 第一看完美期 美期其實現在都幾好 都升了差不多 道指都升了百多點 所以都撐一撐 不過C基金我們自己就沒有什麼子彈 因為你看到我們加倉都加得幾好 所以這段時間都叫做Capture了那個升浪 尤其是你看到近期我剛才說 很多small mid cap的機會都可能多些 暫時的形勢我會這樣判斷 所以你買small mid cap 就是直接用cash equity 要買那隻股票 沒有那麼多花巧的東西可以做 所以都令到我們的cash 現金就用得幾快 跌海就好 所以就要看看跌海如何再操作一下 今天同事還跟我說 我的同事都開始很excited 開始有多些新的idea 甚至乎買一下 OK 那希望不是過份樂觀 OK 那就說了那麼多 不如說一些實際一點 大家當然又想聽一下一些新股 當然我就找了Sam 跟大家說那隻 卓越6989 似乎那個坊間反應都不錯 當然我就找Sam 講一些具體的 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Sam 好,這隻是6989 卓業商業物館 市場上都比較少 有只是focus on商業物館的公司 說一說他實際上是做什麼 他在物業管理方面 跟傳統物館 好像碧桂園服務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但他跟傳統物館有什麼不同呢 有資產服務 企業服務 以及其他增值服務 資產服務 包括 例如 租辦辦公室 賣辦公室 以及一些物業諮詢 企業服務 包括一些 例如僱員福利 幫他們提供不同的服務 提供不同的產品 其他增值服務 包括清潔 工程改造 這三樣服務 這三樣服務 在傳統物館 未必容易找到 說回公司 他專注於大灣區 和長江三角洲 有些資訊 他的在管面積 在今年的5月31日 有2580萬 19年的在管面積 比起18年 增長了43% 合約面積 有3680萬 19年的合約面積 亦比18年增長了59 談談這隻卓業物館 到底有什麼量點 我發現了4個量點 第一個量點 是他母公司持續 合約面積 卓月集團 即他的母公司 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 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 卓月物館 有42%的收入 都是來自母公司提供的物業 第二個是他的收購合併能力 是比較高的 剛才也說到 他來自母公司的收入 只有42% 代表著他有58%的收入 都是來自第三方物業 他的收購合併能力 其實是頗為高的 例如有些科技公司 互聯網公司 都是找了他們 幫忙管理他們旗下的商業物館 和office 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 卓月物館都作出了不少收購 例如有武漢羽陽 浙江江湾 和武漢環某 今次集資 有70%都會用來做收購 或者做投資 其實收購向第三方拓展 都是物館其中一個發展的方向 尤其是商業物館 因為商業物館在內地 始終都是比較高度分散 收購合併的作價 作價未必像傳統物館 例如3319、瓦居樂、瓦生活 作價未必像傳統物館那麼高 在這方面仍然有發展空間 第三個亮點 他的在館物業在館面積 集中在中國一線城市 看數據 接近一半的在館面積 都是來自大灣區 我們也看到 加價和管理費的能力都頗為高 在2019年12月31日 每平方米的在館商務物業管理費 是17.6人民幣 去到今年5月31日 已經加到18.9 在高端商務物業方面 加價的幅度更加大 我們也看到 對於一些商務商業物館 以及一些高端商業物館 可以借助服務比較好 良好的市場口碑 可以令到加價能力更加大 最後一個亮點 有關他們創新增值服務 以及配合數據的利用 有些服務是提供給企業的員工 例如有些員工福利的方案 有一個平台設立了叫OGA平台 平台就是運營網上的商城 以折扣價為企業的員工提供服務和商品 有另一個平台就是FM智慧管理訊息平台 那個平台就是連接了整棟大廈的設施 它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團隊 這樣就可以即時反映到底哪裏需要提供物館服務 可以整合不同的資源 提高了維護效率 這方面利用了大數據 這樣就可以減低對人手的依賴 從而降低成本 總結來說 商業物館有點像傳統物館 初初發展的階段 因為它仍然是高度分散 所以我們都見到商業物館都有發展的空間 謝謝Sam 原來在Live裏面有很多人問這隻股票 最後不如直接跳回去大家最期待的Q&A時間 第一要回答之前漏了的問題 如果在LiveCheck裏面 我沒有回答或回答漏了 因為有時都很混亂 我發覺現在這個是我的小小問題 希望大家包容一下 不要緊要 如果漏了在comment那裏買回 在comment那裏放回去 第一個就有朋友問我 會不會推出一隻全美股的C基金 我都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這個是商業決定 我做了一個產品 都要有這樣的能力 送出一個好的給予大家 做一個基金 現在都不容易 有很多成本 除了前台見到很多分析員在工作之外 其實我背後都有很多同事 去保持基金的運作 我希望可以之後 推出多些產品給大家 包括李提爾的美股基金 然後Alfred Poon 問這個定價 這個我見到你第二次問的 其實我不是不回答你 而是這個問題我已經 我昨天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的 其實Alfred Poon 你看到嗎 你這個問題我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綠版的Presentation 解答你和Alfred Lai的問題 就是關於 他再問Game Theory 你還問關於IPO定價 其實兩樣東西都可以一次過回答你的 那我下個星期 希望你可以等一等 因為我做完出來 我發覺都不夠時間說 留下個星期跟你說 我會回答你 我知道了 我做了一個Presentation 我連你的評論都寫了下去 所以你放心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所有問得這麼詳細 這麼認真求學 就算我不懂 我都找些資料 順量幫大家了解 另外 Mac Chan 我經常見到你的名字 我覺得你都應該很支持我們 多謝你 他提一提我們 每一次大家真的要like 訂閱和按個鐘 去訂閱我的頻道 所有的資訊 你就真的會 第一時間收到 每次做直播 一開始你都會知道 其實真的方便一些 其實我看到現在每日看 我們那個中午直播的人都很多 不過好像只有一半是有訂閱的 其實希望令我未訂閱的 支持一下我 訂閱一下令我開心一下 好 然後問一下 如果炒經濟復甦 哪些sector會可以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 剛才我已經約了一提過 如果你簡單一點 就整個small cap去買 然後我剛才說的 銀行股可能會有機會受惠 一些周期性 剛才我之前說過 太陽能 某程度也是的 再加上一些消費率 當然我覺得 不要單單為了炒而炒 最好就是找一些短炒 又會benefit 而中長期本身 都有個發展空間 會好一點點 我逐漆講一下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都會花多點時間 講多一點 因為說真的 科技股講到 大家可能更熟過我 通常大家很熟的 我都不說 不浪費太多時間 這個問題很簡單 KKC問我 就說那些股值的方法 其實股值的方法 第一你要記住 都是靠股的 就不是這麼scientific的 甚至你讀CFA 他都有不同的方法 很多時候都出現 計算數就是天南地北 不過至少是一個參考 他說很簡單 他用計PE的時間 就不加cash 如果sum of the parts 就加 為什麼呢 有兩類東西 其實通常sum of the parts 的方法 就是把一間公司拆開 加起來 比如說好像現在 阿里巴巴都會 因為拆了一隻 螞蟻集團出來 你都要用sum of the parts 的認識 即將它淘寶的生意 將它雲業務的生意 將它支付相關的生意 足夠秤 然後再加起來 所以簡單一點 你幻想一下 將它拆散來賣 拆散來賣 如果手提上 本身有現金 當然你要加起來 為什麼公司用PE 不用 因為大部分用PE 都是有earnings 增長 用盈利作為公司價值的評估 即是靠盈利靠增長 Cash 通常不多 加房外不加都不差很遠 所以大部分情況下 兩個估值方法都 加不加Cash 分別就不太大 除非一些所謂的Foreland Angel 以前很多 那些跌到很殘 那些所謂的Net Stock 公司手投現金價水平 比市值更多 那些可能就會特別去處理一下 但大部分情況下都不理 OK 接著問一題 Cochodile ethics 問有沒有研究一下這隻中概股 小牛電動車 因為鋰電池快速增長 那我就有研究電動車 也有研究鋰電池 但我沒有研究小牛 因為它好像是做一些Scooter 即是那些電單車仔 我覺得暫時不是很大興趣 我有研究過 如果有些特別的想法 你也可以告訴我 其實我發覺挺好的 現在跟大家互動 有時大家給我一些想法 其實我反而多一些東西可以研究一下 我都很開心 最後回答了AM730那邊 我發覺昨天答漏了幾條 最後 不過我在那邊的留言 我都補回給他 他有三個問題 可能昨天我太壞了 所以今天這邊沒有人問 回答C基金YouTube 這邊有很多的 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 行稅醫藥很利 6002761 股票怎麼看 好啊 這隻其實就是國內比較龍頭的藥企 如果大家有些朋友 可能不認識 另外她的姐妹公司Hansel 就可能知道 香港 那這些公司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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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些本身做到訪製藥 有些盈利 大家覺得開心些 很多B股創新藥 那些沒有盈利 所以這些就是傳統國內做到藥的 訪製季主 一直都在轉型中 這間都不錯的 而我們是有的 好 接著 Bian Tran問 對A股好興趣 是他升我都特別有興趣 剛剛開戶 厲害 他說買不到科創版 是的 但買到信封 有些朋友說 連信封都買不到 因為要有些限制 但見到寧德時代的日升 真的很激氣 我就不激氣 因為兩隻我都有 如果大家想聽回 因為很多大家問的股票 其實我講過 如果大家想聽一下 信封和寧德時代 去看威威的節目 應該是8月份 9月份 我應該有個節目講多幾詳細 你去聽一聽 其實我想講講這個方法 因為有時候見到大家的問題 都有些可能會重複 其實你真的去我們C基金的網頁 其實Search 例如說 你Search 9600 我們講過的股票 其實你真的會出回來的 如果我在Live裡面說 如果聽過的朋友 就覺得很悶 所以有些股票號碼 你可以在我們C基金的頻道 打回去會找得到 這些我們都有 雲頂山要值得貼嗎 值得貼 好 內地醫藥管快看哪幾隻 剛才說的股票號碼 還有什麼我們有的 我們也有講過 例如說這隻Mineway 大家很喜歡醫藥器材 醫藥號碼 其實做機械最大的就是這隻 300760 我應該有講過 都是這樣 如果沒聽過 你就可以去我們C基金YouTube頻道 打回那個號碼 或者打個名字 應該都容易找到 還有愛爾眼科 不一定要做藥 其實整個醫療板塊都很大 大家知道香港的色臨信潮 不過其實做眼科最大一件是愛爾眼科 3001、015 都是我們A股醫療相關的選擇 好 OK 信義系股票可不可以趁低吸納 我就沒有 因為我已經有 我又沒有沽 我只是這樣回答你 看一看你自己 我沒有拿著 如果你有拿著我 我就 你可以參考我的方法 就是不動 今天的頭那麼亂 不好意思 不戴帽 因為今天輕鬆一點 星期五 因為我昨天拍了古壇事件 逢星期五大家見我做節目 因為我平時就跑步為主 所以穿著跑步衣服 通常要做節目或者見客 我就要照顧頭 今天因為輕鬆一點 不過今天下午2點20分 都要去新城做節目 我待會照顧頭 那些朋友問為什麼可以聽 記住 2點20分 新城的財經台 即使搏擊 會有我 還有我最好的朋友 朱子超和John 9988破頂可以短期走貨 我覺得 我也是說一句 升的股票我不是很想的 你喜歡想就 短線操作 問題就是你先沽完買什麼 如果你說好像我這樣 可以沽一些大東西去買一些小東西 都是一個操作來的 不過很難這麼簡單回答 好 Patrick Ho問一下 其權工具是否10%止蝕 不是的 我不同的 OK 如果大洩波動被迫止蝕 本身沒有問題 會不會再次買入 是會的 那如果我猜是什麼時候買入 那就看看你的判斷 可能股價升上去 你又會覺得信心大些 或者公司突然間的發展 令你信心大了 其實很多 我覺得我就比較真實的說 當然你看到 有些股票我們買中了很厲害 但你看到我們買上去都是有節奏 不是一下子就全打中了 那中間其實都有一些成本 就是看錯也好 或者市波動也好 這些經常出現 所以沒有辦法 好 第三個 好像中心國際這麼大起闊 是不是即使有利潤都要減持 會的 我常說 只賺就不只賺 我常說的例子 這個不是我原創的 我看書看回來 買了一些好的股票 你就當一下 你買了一箱很漂亮的紅酒 那你 它一路好 那你就不要一次過就喝光它 就是你慢慢享受 所以你順量應該可以放置要 就是希望你買中一隻好的股票 它那個 難得你買中 你應該吃正整個星浪 不然你就抓到老紅色脫國 但是如果形勢變化 你都要動的 就是中心國際 大家也看到 四十幾元都有沽 那當然也沒有沽 然後殺回來 那我都走了 去到現在 去到現在十八個幾 其實我還有錢賺 不過倉位已經小了很多 所以 唯一你賺錢都要動的話 我想股價的走勢 真的弱得太緊要 或者是一間公司的情況 那就是中心的一個挺好的例子 就是它升得太急 其實你都要有時候要自訂 第二就是 如果因為中美的科技戰 對它也都是有實際影響 那這個就不能太麻木 就是每一個都是獨立處理的 其實就是沒有short cut 如果有short cut 我就不用這麼辛苦 好了 接著Lawrence問 中國中緬601888 剛才我約了講過為什麼 是不是得吸納地口機會 那也可以再說一次 我就很少向下溝 有些朋友問我看什麼書 我那時候阿曹仁超的招式 都很有解法 都是零買當頭起 好一點的 容易一點 好了 接著Canon knife 如果你覺得U-curve會幫到銀行 是不是對保險都有幫助呢 那也是的 那大家講個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Ada除了是我們的科技分析專家 他在香港最早期的銀行和保險 即是金融類的專家 我看能不能抓到Ada和大家講一下 希望可以多些聽一下 其實都好 因為當大家投了行 就開始可以想一下 如果整個形勢開始好一點 我們要花多些功夫看看 那我祝一下Ada和大家講 那我其實都不是所有都聰明 我都有些同事要大家互相幫忙一下 咦 跟他差不多有問題 銀行得保險行不行 一次過找Ada回答 今天沒有戴帽有什麼暗示 其實我發覺很多人都有問這個問題 為何有時穿得不戴帽 剛才講過 其實我每天下班 其實我有頭髮 原來很多司機金的客人 偷偷地問朋友 為何很多時候戴帽子 我是有頭髮的 不過其實我每天下班 收了事 港股收了事 我就跑步回家 我見到有時 很多人在中環都見到我跑步經過 你可以撞一下我 全身跑步裝束 跑步回家 6060中環號772 兩周都沒有 觀察型 我之前講過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 按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看一聽 有600加住 我就不加了 有時間分析一下螞蟻 其實阿桑已經做好了 不過都說留回 現在跟你講完都沒有什麼大作用 大家最希望就是 去到真的開始招股的時間 跟大家講 大家才會記得 太早講了 浪費了 又不想講兩次 怎樣看美匯指數 我覺得會弱的 大數前有沒有減持股票 我沒有 我現在是滿倉 當然 也要認真講清楚 滿倉的原因 其實我是看好 不過我明白 其實今個月的事情是錯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講 差的時間 就像李嘉誠先生說 差的時間不要太差 好的時間不要太好 之前差了幾天 我就真的不走 現在開始好 我發覺大家的市場氣氛開始好 又要想一想 其實是不是太過樂觀 我想說 不過現在我倉位都高 不過我會黏黏一些 所以大家唯一方法 就是聽我每日的最新想法 隨正前有113 是的 我有講過 等到上市就收回股票 是的 這個是 你不搞清楚就買很大膽 因為那一天 隨正跌了很多 不過我也有解釋過 認購權 是不是很像Wallon可以trade 這隻應該未必可以 這個我其實不肯定 以往有些公司 譬如說有些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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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又40分鐘 好像是最長的 不知道大家是喜歡不喜歡 如果大家想我短一點 記得告訴我 雖然幾天都去到40分鐘 問NVidia WC問NVidia收購ARM 這間DU 是不是收不收購成功都值得買入 如果不成功 其實現在第一 大家覺得這件事其實都不容易 也有行業上的反對 因為很多NVidia的競爭對手 都用了ARM ARM本身比較開放式的平台 很多人都不想去做到這件事 還有正義上高 一間英國公司 又被美國公司買 其實也有很多複雜的東西處理 但收購度是好的 但大家記得 他未收購之前 我都覺得好 所以最近你見到他們公司 自己出來說 今年都公不應求 那些RX30的產品 OK OK 看手 OK 留下來 Kelvin自己開咪說 他想有些東西給大家更新 不過我先回答最深刻的問題 先回答 What is the attraction of this generic drug company 我也說過一句 他也在轉型中 他也有些創新藥 也有些PD-1 Kelvin原來是最大的Farmers公司 Kelvin你說兩句 Kelvin你說一句 Henway以前是有做Generics 他應該是比較 他在大陸是最大的Farmers公司 現在他主要是做腫瘤藥 都是比較多的創新藥 尤其是PD-1 其實因為你這麼大間企業的銷售團隊都很大 所以他做PD-1之前說信誕新聞有做 如果他也進入這步 可能那個market share跟信誕新聞可以差不多 所以都不要說他以前做的方式就不用看 正如我所說有辣有不辣 創新約那些你又沒有盈利 有些投資者就覺得好像很不穩陣 穩陣才會買這些 即是以戰養戰 以時間換取空間 好了 接著問了 沖峰Nam就買了可以自家 接下來就會跟香港169有個restructuring 會來香港 等你合併定沽嗎 為什麼要沽呢 今天都升了 今天都升到去22.07 應該這件事未來兩個月會進行的 我的就是樂觀其成 最後大家說不怕長 挺好的 凱吉亞我問一下你 這個留下了 Kalvin星期一回答你 因為今天時間太長太多了 不好意思 好 那就看回我的樣子 沒有電了 沒關係啦 不如Kalvin給我按 不好意思啦 OK 大家似乎都喜歡聽長一點 不過最重要是 都對的 如果有質素的內容 就跟大家說多一些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提多一次 記住就要Like啦 又要Subscribe啦 又要按個鐘 令到大家可以緊貼一下 我們C基金團隊 對於市場投資 最新的想法 AM736的朋友 都可以多些支持我們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